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首先要感謝各位不嫌棄我這個低能兒所拍攝的影片 And I'm really glad that I finally have 20,000 subscribers Yeah ok so I'm gonna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at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about it 那這次的影片將會回答各位觀眾曾經問過我比較私人的問題 準備好了嗎 為什麼我會叫蒟若 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因為小弟我不蒟 然後呢技巧又很弱 我蒟若這樣大家明白了嗎 蒟若是哪裡人 其實我並不是地球人 在我大約兩歲的時候呢我住的星球即將要毀滅 所以我的親生爸媽用太空船把我送到地球來 有點類似超人的那種感覺 但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第一我沒有任何超能力 第二我也沒有超人帥 為什麼蒟若講話那麼靠北 在這裡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 其實我在影片裡面已經很收斂了 我平常講話更靠北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個邊緣人 昨天我在路上看到一隻流浪貓 超可愛的 然後我就對他喵了一聲 結果那隻貓會轉頭對我說 喵他小邊緣人 當初為什麼會拍影片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有很多英文教學 還有一些知識型的頻道 每個都很優質 不但高水準內容又營養 但是呢重點就是太營養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在想應該要有人做一些不太營養的才對 然後呢我就忽然想到我自己 剛好就是一個沒有營養的人 有一個部分我想跟各位說聲抱歉 因為家庭的關係 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去看或是去回應每一個留言 尤其是那種一個留言 底下接著一堆留言的那種的 很容易會miss掉 那蒟若也不是全職的youtuber 所以我只能利用下班到睡前的時間回覆給各位 各位的每一個留言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整個晚上都坐在電腦前面 那我以後大概回到家就沒有飯吃了 晚上也只能睡在沙發上 那相信各位已婚男士都明白我在說什麼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多體諒小弟 謝謝 為什麼要做一些有爭議性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我有做一些關於種族或是宗教等議題的影片 很多酸民說我根本在製造對立 那按照你們的邏輯 我今天如果講貓比狗聰明 大象比老虎大隻 山上優雅比你老婆還正 是不是一堆人也要在底下吵來吵去 有沒有爭議性完全取決於你們自己的想法 哈哈事實剛好相反 其實我很喜歡黑人 因為每次在看完黑人的愛情動作片之後呢 都可以讓我學習中華文化的美德謙卑 也讓我知道原來我自己多麼的渺小 菊落的嘰嘰多長 這是一個好問題 看你屁事啊 菊落是不是很討厭基督教 全世界除了基督教之外 還有四千多個大大小小的宗教 很多基督徒都覺得我在針對他們 這時候我就要請大師兄來幫我解釋一下 嘿嘿不是不是 我不是針對你 我還說在座那麼多位都是垃圾 其實菊落我會創這個頻道 是真的希望能夠用簡短的影片 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也讓大家能夠看到一些平常你可能會忽略的真相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用不一樣的思維 重新思考 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這次的Q&A就這麼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問我的問題就這麼多啊 好啦我知道問題出在我的臉上 但是麻煩也給小滴一點面子好嗎 那各位對菊落還有什麼疑問 請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會在下一次要做Q&A的時候回答各位喔 這次的特別企劃就到這邊了 我是菊落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菊落教室整人秀 我們下次 見